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台灣 進到台灣的 日本名品 那些好有名的店 然後排隊買不到的店 後來怎麼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說到台灣的國民美食 肉肉飯一定是第一名 日本的美食的話 拉麵的話可能就是冠軍了 但拉麵裡面打派上千家 最有影響力的是誰 藝蘭拉麵 那藝蘭拉麵的話 如果你去日本的話 你就會去感受過那種 他們那種氣氛 那這憑什麼是拉麵之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去日本一定吃過 基本上一定排隊兩 三個小時 然後你進去之後 一開始門口這邊 就有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機器 像什麼我們那個 飲料的販賣機有沒有 你要吃什麼麵 投完畢之後就給你一個券 然後你就到這個地方 一格... 你以為這哪裡 你以為是K租中心嗎 不是 我們那種大學官方的 K租中心像這樣對不對 它是他們吃麵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一格... 所以你點好麵之後 坐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打造你客製化的拉麵 等一下 從你進門 按了這一些 坐上去之後 我怎麼都沒有聽到 那個服務生 在那邊招呼你的聲音 沒有 從樓到尾 就像是一個無人商店 沒有人 你坐下去之後 接下來拿這個菜單有沒有 你要吃麵的硬卵 辣度有多少 湯的鹹濃 勾完之後 你前面有個簾子有沒有 你直接把簾子遞給他 他也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人 對 裡面有人 他拿得要 然後他也把簾子慢慢的拉開 然後把麵拿給你 他還是看不到你 你也是看不到他 所以你就安安靜靜的坐下來 在那幾分鐘的時間 完全屬於你自己的氛圍 享受這一碗拉麵 所以你問說 一蘭拉麵是紅哪一國的 第一個 紅那個氣氛的 沒錯 原汁原味的日本氣氛的 第二個 我們來看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的話 說實在 日本人的拉麵口味偏鹹 那我們台灣人可能 一開始吃很鹹的有沒有 很久了你也慢慢習慣 不過畢竟飄洋過海來台灣 總是要體驗一下 所以一蘭拉麵 真的是從去年千屋萬萬 一直傳要來 要來 要來 今年真的要來的 6月15號要開幕了 但是開幕之前怎麼樣 居然被網友給罵翻了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碗麵 多少錢好不好 日本折合台幣 大概是213塊一碗 到台灣變成288塊 一碗拉麵快要300塊 這樣算起來貴三層 好啦 就算是這樣 來買麵 我沒有跟你講白的 歡喜感我這樣 這個也要罵 說實在 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日本 你在日本拉麵店 打工一個小時 時薪是多少錢 250塊 所以換句話說 你在日本吃一碗一蘭拉麵 你打工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吃一碗了 還有剩對不對 在台灣 台灣工作 打工一個小時時薪多少 120到130 換句話說 你要打工快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還不夠 吃一碗一蘭拉麵 日本的物價比我們還高 大家這樣講 大家聽懂嗎 有感覺 全頭慢慢演了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貴你三層 大家就慢慢有感覺 你這個 對啊 有點像盤子的感覺 所以網友很氣憤 但是說實在的 價格高低 你吃不吃是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說你用接下來 一蘭拉麵這個方法的話 讓大家真的是氣憤到不行 你知道嗎 他把它搞得像偶像一樣 然後我們去日韓偶像 偶像也要演唱會 通常如果你想要跟偶像 在近距離接觸 握個手 拍個照 你是不是要買很多很多的 相關的一些產品 對啊 音樂唱片什麼的 然後買月櫃 你大概就可以在那個搖滾區 對... 你就可以靠近拿很近對不對 他的一蘭拉麵 也是這樣的概念 你知道嗎 如果說你要不排隊 你要優先入座而已 你吃麵還是另外付錢 怎麼樣 你要付6千塊的伴手禮 買6千塊的伴手禮 哪些伴手禮你知道嗎 你說我還得先跟你採買6千塊伴手禮 你才可以不用在那邊S型的排隊 優先入場 優先入場 點麵先吃這樣子 6千塊不少 6千塊可以買什麼 他現場有賣這個 像這個包有沒有 泡麵包 拉麵包有沒有 這個是5包裝 你可以買6大袋 對 然後他還沒有賣那個辣椒粉 300克的 大概他小小包 20包 像一大包對不對 你可以買5大包 換句話說 你買6大包的麵 跟5大包的辣椒粉 你就可以湊齊6千塊 優先入座 很吸引人嗎 我覺得好貴 這個6千塊是什麼概念 日本也是這麼搞的嗎 日本不是這麼搞 日本的話是半價 3千塊台幣就可以優先入貨 所以網友氣死了 你知道6千塊買這麼多對不對 網友就說 拜託姐 6千塊 我直接買個樂陶航空聯航 我坐飛機我就去吃了 我還跟你買6千塊 6千塊可以 真的嗎 燕麗 日本飛樂陶來回 6千塊加一碗拉麵 如果你在所謂 紅眼斑肌時段的話 如果你時間搶得早 一塊錢都可以買得到年輕人 所以這個實在是也不好笑的 是不是就是想說 你不用出國 你也可以吃得到 我們的日本名品 不過你也不能跪到這間 對啊 跪到什麼 台大教授都跳出來說話了 他說以他的經驗 一碗拉麵大概600塊日圓 大概台幣不到200塊 所以他不會在日本或台灣 去嘗試這一類的拉麵 他說 難道你不想抵制嗎 這是他的第一篇 第二篇他更狠 他說 你這樣這種拉麵 我吃過一次 我不會再吃第二次 他根本太過商業化了 這說是你在說 也是李教授在說而已 他畢竟就是一個消費者 一來拉麵 我人都還沒有進來 你就跟我去玩家 對啊 所以說 一來拉麵說 我有話說不好意思 我聽到台灣的消費者的心聲了 所以他出了一篇聲明稿 他先向各位道歉 他這個發文內容沒有詳細說明 所以導致這次的一個事件 他先向大家道歉 不過他也說6千塊的定價 就像我剛剛講的 講的日本的定價的話 大概是3千塊的話 就可以優先的入場 那6千塊的話是兩個人 所以也沒有比較貴 但是會不會因此調整 不知道 一覽旋風已經開始捲起來了 但進一步今天新聞網 我們要帶大家回顧一下 大家可能都忘了 過去你曾經瘋狂去S型排隊 排進去的那些名店 他們後來怎麼了 好 那一覽拉麵正義很大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些名店 第一站海外的首卷還是哪裡 台灣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只要什麼樣的一個名店 來到台灣第一間是什麼 一定是排隊排到瘋掉 所以台灣人 我覺得排隊也滿有feu的 你今天為了吃一碗麵 或吃一個港式料理 吃一個叉燒 就去排 你看 排到瘋掉 只要一新開店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而且他都在一級戰區 所以你想想看 居然說我們就在台北車站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都很有感覺 第一個 我們在台北車站這邊 已經變成什麼 米其林大街了 米其林大街 就在通聲財經台的樓下 樓下 米其林一清的這個料理 第一個 鳥凡油雞 排隊排到瘋掉 大家都知道 兩個三五個小時 吃不到 你知道嗎 還有這個蘇塔鳥 這個是拉麵 這個也是一樣排隊排到瘋掉 還有天好運 大家就一定知道 沒錯 它裡面的叉燒包 一天賣上萬個 那明天 金子辦事處 還有密烏一燈 全部都是排隊排到瘋掉 但是你知道嗎 他們賣到什麼程度 以這個我舉個例子來講 日本的三頭火拉麵 它在台灣曾經 一天創下900個人 裡面吃的一個紀錄 你知道它那個店 大概不到十坪的大小 裡面只有十幾個桌位 一天900個人 等於翻桌翻了大概 三四十回合有 所以翻桌翻三四十回合 那台灣人很捧場 很捧場 吃很快 而且賺更多 為什麼 它這個人數 已經讓日本總部嚇到說 怎麼會好到比我們日本還好 重點是他們還什麼 加賣甜點 你知道嗎 日本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 吃一輪對不對 台灣吃519 三四十分鐘吃一輪 但是他們還加賣甜點 所以他們賺更多 所以當然都來台灣這邊開了 但是我們講一句話說 只見新人效不見舊人庫 這些都叮叮叮叮 到現在都還是一等一 就像我們樓下 就一個米其林大街了對不對 但是曾經那些排隊名店 好 那些永遠都排隊這麼多人嗎 不見得 我們看一下過去的例子好不好 甚至還衍生出一個 在台北人的話 一定知道什麼 天龍國的生存法則 要怎麼生存 就是你這家店排的人沾人海 你先不要去吃 你先等半年後再去吃 為什麼呢 因為半年後 或許你會得到更好的服務 更好的東西 然後甚至有些東西 可是你要說實在半年後 可能會有家店會倒了 有這麼快 來 我看一下 像這一個 半熟起司塔 Pobro 2016年初開 2016年我都倒閉了 不到一年 來 這一個拉麵兩環 也是來自日本的 2013年 大概三年的時間 三家店也全部倒閉了 而且他也賣餐券 上千個人受害 另外一個 深壽之也是知名的日本料理 2016年也都倒閉了 台灣人真的愛排隊 台灣人也是一窩蜂 我們現場就有一個見證者 等一下我們聽聽 世聰怎麼那麼愛排隊 世聰也感同深壽 他的行走觀察 會告訴我們 這一些排隊名店 怎麼倒得靜靜悄悄的 在這附近的話 排了個金子班支柱 排了大概快三個小時 而且我那時候 他剛開幕其實大概兩天 還是三天的時間 那時候真的每天都要排隊 我想說一點多去排 應該可以吃到 一點多 結果我吃到的時候 已經快要四點了 好可怕 對 那我覺得 我的觀察是這樣子 很多排隊名店 一開始大家真的都是一窩蜂 大家一定都會去那邊拍照 拍照的時間 打卡的時間 一定比吃飯的時間 都還要更多 但是吃完之後 一開始就開始在那邊評論說 好不好吃 會不會再來 那一般的話 我是這樣認為 很多拉麵店 一般大家去吃過的時候 都絕對不會再來 那甜品店的話 因為我們到 事實上除了這個Pabello之外 之前在板橋還有另外一家 叫做巴天堂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來自廣島的這個甜品店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排隊 我也去排了 然後因為它有八種口味 我才買了八種口味都回家 八種口味都回家吃了之後 一個人就吃 我一個人就吃了八個口味 吃了就覺得說 這家一定會倒 結果沒想到半年之後 這家就真的不見了 因為太貴了 我們在廣島買的話 一個只要52塊 所以在台灣一個要賣80塊 所以在那個激情過後 你還是回到理性 去算它的CP值對不對 對 CP值 我們現在都會看CP值嗎 日本的商品來台灣 是很好 很新鮮 很新鮮 人家的價值 我可以學生 因為這家的價值 是很新鮮 但是這家的價值 又是這麼多的 很新鮮 那也是很新鮮 所以現在都會取得到 我可以去看